來 競載運通 鴻麥麥麥真簡單 控盤K線帶你轉 歡迎收看今天控盤高手節目 今天的大盤創新高之後 開始怎麼樣 呈現一個拉回整理 那當然很明顯的 當大盤突破8500的時候 然後有的人有賺錢 他當然怎麼樣想說 去到八千五 沒想怎樣 想到賣一個股票 落貸為安 所以當然有沒有看到 他就分成怎麼樣 兩個階段的回答 那量的部分當然 833億收黑 這倒是比較美中不足的地方 表示這是有實質的賣壓 實質的賣壓 好 不管 投資朋友 不管8500 8200 8700 8900 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說 在大盤創新高的當下 你有沒有股票可以賣 是說獲利賣喔 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 今天看到大盤創新高傻眼 為什麼 因為你的股票沒去 等到又怎麼樣 怕跌停 還是怎樣 怕跌 正打 你要知道的投資朋友 這種心境 我很難去跟那邊比擬啦 那種意思就像是說大家邊邊去 同一間樂透戰去投資去買樂透 結果有人丟頭獎 丟過來了 結果有人說句 你說句 意思是一樣的 對不對 大家邊邊邊都在看 看著大盤一路創新高攻上去 跟對股票 跟對老師上天堂 美律今天在創波段的新高 跟錯老師 跟錯股票 結果破底 差點打跌停 所以投資朋友 我還是重申我的那個重點 今天不管你認為股票應該要怎麼做 他會賺錢 這是你的事 跟我是沒在來 但是我在節目上不斷跟大家提醒就是說 今天你想要在高級高票市場 跟人家輸贏 跟人家施殺 你一定要先釐清一個重點 對不對 你憑什麼要跟人家輸贏 對不對 你要跟人家輸贏 對不對 你敢今天跟人家去打架 你敢去跟人家討厭 至少你本身要某種程度的什麼 功利債 這就是我們在高級市場上 每天跟他提醒的 對不對 如何運用我們簡單 一種勝率高的豪邁率賣 那是什麼樣 創造一個高勝率 當你要買的股票 你想買的股票 他的趨勢是在紅色的時候 相信我周鴻一句話 這種股票考慮就對了 考慮就對了 但是呢 昨天你想買的股票 它是在綠色的時候 投資朋友 我必須要提醒你 你要買這樣子的股票 你要三思 你要三思 這樣了解嗎 這在政打 這都是我在節目上所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說 也許很多指標 我相信也許你沒買過 你或許正準備要考慮要用 也許你從來都沒用過 也許你還在質疑軟體 到底有沒有幫助的情況之下 這都沒關係 重點 你一定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大半創新高 你沒有賺錢 你沒有一個獲利 你沒有股票可以賣的時候 你的股票不會動的時候 投資朋友 你再去反省 你的方法一定是錯的 如果你方法是錯的 投資朋友 你就要跟緊我的腳步 你就一定要知道 如何運用紅買綠賣怎麼樣 來賺大錢 昨天的昂寶打跌停 今天有稍微開高震盪 那當然啦 量有稍微直穩一點 沒有這樣暴起暴落 那今天的美率 創下怎麼樣 短線的新高 難能可貴 我說過嘛 我在節目上我常常跟大家講說 我不要預設立場 你媽媽來問我說美率你看到哪裡 你媽媽來問說 到底美率要怎麼做 因為指標他已經很清清楚楚的告訴你 假設你要做美率 假設你有美率 你應該要怎麼做 不然所以我跟他講了嘛 對不對 給大家很簡單的看一下 字卡就好了 美率 真的 到處朋友說真的 你要做這種股票 你沒有這堂 你憑什麼要告訴我 你要做美率 你要做標股 很多投資朋友 半面的民謀也不用說 老師我要標股 老師快點給我一次標股 對不對 標股有兩種 一種叫網上標的標股 一種是什麼 電動變的標股 對不對 你要買這個像跳水中的標股 往下的標股 還是要買這種正在網上創新的標股 我倒數朋友 這種心情 我很難用言語來跟大家形容 我說真的 我不會因為今天我買到的股票 我做的股票 支支漲停板 漲都漲不停 來告訴你你快點 來參加我祖宏的學院 對我做 我帶你每天支支漲停板 我不會講這種話 可是相反的我會告訴你 你想要操作這樣子的股票 你沒有紅買綠賣 彈何容易 你沒有這筒 你沒有這個指標 你告訴我 你要來這個情形 賺大錢 啊 我只能告訴你 睡不著睡 睡不著睡 不要臉 基本上我認為 這種事情 你還是怎樣 聽聽就好 你應該是做不到 因為我相信在節目上 我已經不斷的提醒大家 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我點名的股票 我叫你不要買你就不要買 我叫你不要碰就不要碰 政達就是其中一檔 我今天要出公司 我們的業務說 老師你去撿一下 你那個之前提醒政達不要買 我去撿那個袋子 我說不用 我說我不需要撿袋子 我讓你們看這張就夠了 我還需要撿什麼袋子 對不對 哪怕今天主管機關來查 我們都有紀錄可以讓他查 說我沒有在怕的啦 沒什麼好怕的啦 反正 這些人我講到 我就心斷講不到 我怎麼樣 我就道歉嘛 就是這樣嘛 當初我在節目上就告訴大家 我說 當很多股票利多不漲的時候 你一定要特別小心 對不對 你看這一波來講很清楚嘛 可塵 對不對 營收創新高 哇 蘋果概念 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但是你看 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你去壓到政達 剛才頭頭頭頭 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 我問你投資朋友 你會去追 你會去壓可塵 還是會去壓政達 我相信很多人會去壓政達 為什麼 因為便宜嘛 所以說投資朋友 人家說貨幣三家不吃貨 不燒的東西 不是說你燒就好 你知道嗎 美股票的道理也是一樣 誰告訴你 股票買便宜一定好 哪有這種事 便宜沒好貨 對不對 這也是相對的道理嘛 可是做股票 你不能抱著這種便宜 減便宜的心態嘛 除非你認 除非你確定它已經落底 如果你確定它已經落底 那當然我支持你去搶便宜 問題是我相信從我們的指標上 可以看得很清楚 請問這叫落底嗎 你有看到收斂嗎 你有看到止疊嗎 沒有嘛 對不對 沒有嘛 那我問你 白白買來買股票 白白買去壓標股 你要壓這種的 今天創新高的 還是要去壓這種的 對不對 還是要去壓這種的 你自己看 所以投資朋友 這就是我在節目上 不斷跟大家提醒的 你要做抗 抗這種就對了 反正看起來就不像落底啊 空死他 空到天荒地老 空到海窟死爛 對不對 可是我怕我這樣講 他要得罪某些人 可是我講的是事實啊 你趁其何時有聽我做 他基本上告訴你 你可以買政黨 沒有 絕對沒有 可是相反的 我不斷地提醒你 當這支股票開始出現 跳水的情況的時候 記得 當斷則斷 不要跟他談戀愛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看 自己看 你說指標不準嗎 進嘴到處 因為說老師 你指標不準嗎 我問你準的定義是什麼 我就問他 準的定義是什麼 沒有啦 會賺錢就好了 所以這種人 他注定是不會賺錢 因為他不知道他要的是什麼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訴投資朋友 對不對 我們指標最大的優點就是什麼 不會讓你做錯方向 當這支股票 他在網上大標特標的時候 他指標沒有帶你去做 我跟你說啦 這樣你來把我賺 把我嚇我都心難接受 但是相反的 你如果去買到這種股票的時候 你不要說我們指標不給你拿錢 所以我相信投資朋友 昨天印證紅包跟智琴 等於智琴也是破盤嘛 對不對也是破底嘛 那我昨天跟他講 我說對我來講 昨天的昂寶跌停 我只是少賺一支停板 可是對很多人壓到智琴的人來講 相對的他是多賠一支停板 相反的今天 你聽我的話去壓美率的人 你今天就算打跌停 你也只是少賺 可是相反的 如果你去壓到政打的人 投資朋友 願神保佑你 歐蜜豆腐 真的啊 有一些風涼話 我也不太喜歡講 我不會因為說今天我們對 我不會因為說今天我準 很囂張 很囂張 然後去告訴你說 你要跟著我怎麼做 但是投資朋友 我只能告訴你 方法 股票選擇就是這麼一個現實 只有輸家跟贏家 永遠沒有第三個人 不然都打賣 你不要忘記 你每次的交易也是有成本的 所以股票市場只有贏跟輸 兩種人 他沒有第三種 不然你就下模擬單 不然你就下模擬單 沒有輸贏了 不然就沒有意義 賺錢你也沒有錢 做不到 我沒有輸到 那有什麼意義對不對 我們的重點還是希望 能夠在股票市場中怎麼樣 創造高報酬嘛 對吧 房價年年漲 唯獨薪水不漲 物價年年在漲 唯獨薪水不漲 但是股票它會飆啊 所以你只要做對股票 做對飆股 投資朋友 給自己加薪 就不是什麼困難嘛 不管你要拚當算 還是要拚當算 你都按照指標所教你的方法 你看我們10月9號指標有教你 怎麼樣81塊的買進啊 就算你不知道在4月30號跟著指標進場 沒關係 指標它很清楚的告訴你 10月9號也是一個很好的買點喔 中國你買10月份的買點 11月26號它還告訴你可以買進喔 有沒有看到 11月26號這122塊 這邊都有價格給大家看嘛 你自己看 我們請攝影師幫我們拉一下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錢就是這樣做啊 所以 投資朋友 這就是我在節目上 不斷每天去告訴你們的一個重點嘛 對不對 如何運用我們簡單易懂 甚至要紅買綠賣真簡單的什麼 看滿K線 來研判趨勢跟多空 只要這檔股票它趨勢一路往多 我們就順勢做多 如果它怎麼樣 轉空了 那當然 不要買就好啦 買買就不了錢嘛 對不對 管它它標到哪裡去 不關我們的事啊 反正我也沒有想要買它嘛 對不對 這是我在節目上所跟大家 不斷強調的重點 那你說 好啦 我們也不要說一直拿這些股票來講嘛 對不對 你看 像我們之前在節目上所跟大家提醒過的股票 我們也可以一檔一檔來檢視 尤其這個 你看 一支你自己看 對不對 我當初怎麼跟你講的 對不對 我說 你看 我這個字卡是停留在12月6號 12月6號 一直到那一天我還在提醒你新創 對不對 為什麼我會提醒你新創 因為指標它很清楚的告訴我 不會刷的嘛 這是一短線的做法 反正你要做短線嘛 我就印證短線給你看嘛 那你看今天的新創 你看看 8114的震華電 這個也是我在節目上之前跟大家提醒過的 你自己看今天的震華電 漂亮嗎 找盤創新高之後怎麼樣壓回 就跟美律一模一樣 這可以接受啊 不關如何 人家是創新高的 創新高的 創新高的 就準備讓你打電盤是減碳的嘛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什麼叫做實力 什麼叫做最準的指標 你自己看 這裡看啊 對不對 11月25號93.5買進 11月25號 來來來來 我們直接叫 導播帶過來 你自己看震華電 導師妹喔 我把它放大一點給你看 夠大了吧 有看到沒有 你說這個點買了有漂亮嗎 11月25 有漂亮嗎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這邊都有價位喔 你自己看 別說我用口說一說 我們這個軟體上面都會有點位 時間點 全部都可以讓你做印證嘛 對不對 這是震華電 包括這商店街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都一樣啊 我說話 我們都是今天起考驗的嘛 對不對 就算商店街最近 怎麼樣 漲多開始出現拉回修正 這都不是重點啊 重點就是說 你要把握這個短線的什麼 切入點才是重點嘛 這樣了解了吧 太多這種類似的股票了 包括這陽城 你看今天也是工商漲停 對不對 今天也是啊 對不對 問題是你是要今天漲齡去追 還是跟著指標怎麼樣 埋在起漲點啊 你自己看 11月26號 是不是埋在非常漂亮的起漲點 導師朋友啊 你要去找這套 對不對 我不要說全民市民上最厲害 最準的嘛 但是我相信 對不對 當你用過我們的指標之後 用過我們的紅買率牌之後 我跟你講 投資朋友喔 你會有感覺的 而那種感覺 是什麼樣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說 老師 原來賺錢賺大錢 就是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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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真的啊 你看這些股票 都是我印證好幾天的股票啦 不是嗎 等一下回來跟大家持續印證一些短線的股票 尤其是很多投資朋友喜歡做短線的 那當然短線的做法 我的原則啦 我常常強調 我做股票有一些大的原則 第一 不賭 所謂的賭就是我們要去賭 我不喜歡去賭什麼明天會漲 或者後天會漲 但是我願意去等 所以你如果能夠等的 但是不要賭了投資朋友 如何在每檔股票大漲之前 去買在它的起贈點 我相信這個方法 很多人一定會想要知道的 所以不要轉台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告訴你 如何買在人家不知道的起贈點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你的早餐不要忘記喔 現在有了今天的補助 每個月都有三千個媽咪 像她一樣佔別職場 體驗全職媽媽的喜悅 在老委會的就業安全保障之下 有九成母親重新返回職場 喂 小七姐 歡迎下星期回來上班喔 換你囉 薪資補貼好制度 工作家庭都堅固 跟媽咪說掰掰 多股票不用緊張 輕鬆就能賺 市場唯一盤中三重保固的操盤軟體 盤中親自接聽諮詢 盤中即時戰報 盤中強入股提行簡訊 輕鬆上手的軟體 立即來電體驗 02-2392-9668 02-2392-9668 你還在被口訣 你還在盯著電腦嗎 若武樂 新軟體時代 讓你有更輕鬆的軟體選擇 走到哪 軟體就能賺到哪 相信你親眼看到的 立即來電體驗 02-2392-9668 02-2392-9668 華信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華信的事 華信投顧02-2392-9668 2392-9668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無分珠 無分珠 快夠好 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倒快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好 換回到現場 上個階段 我跟大家印證了 如何運用紅買綠麥怎麼樣 做一個趨勢的大波段 我知道很多老師嘴巴都在講 我們做股票大專家做一個大波段的操作 我們最主要說得那麼簡單 做起來真的是有難度 所以投資朋友你要做一個大波段 你沒有這頭 你告訴我你要做一個大波段 睡懵睡別眠 真的是睡懵睡別眠 沒買賣 電動不了錢 做不到他我告訴你 輸得躺空 不要說自己沒有拿氣 所以我只要是提醒你 你今天你要做什麼方式 我常在講 如果你真的熱衷要做短線 好 那拜託短線有短線的做法 那波段的做法是最簡單的 你就照指標做 就像我剛剛印證美麗那樣的情況是一樣 好吧 短線難為 然後你說短線不聚踩滾石不生胎 表示說 經常熱衷於做短線的人 其實大部分都是輸 你問問你自己 你問問你自己良心 你做短線你有賺錢嗎 給他手抓 我相信大家都沒有 當然的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們做短線賺不到錢 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在於說 你的方法是錯的 隨便舉個例子才講 好 先來抓一下 我相信你們就慢慢會有感覺 我說過 看我的節目 可能沒有什麼明白 但是看我的節目 我會給你們一點點那種什麼 正確做股票的概念 比如說現在漢維科 我們先不要考慮你買得起嗎 買不起 漢維科 9月27號837 30塊這邊翻紅買進 一直到10月16號984賣出 這是30分線 既然你要做短線 我們就不要看日線 我們就怎麼樣 用短線來操作 簡單 這樣子一買一賣 剛好一張可以賺15萬4 聽起來很羨慕對不對 不然因為它高價股 一張高10幾萬的股票 沒有賺到10幾萬的 那就不要玩了嘛對不對 問題是 你要做這種高價股 相對的 有的投資朋友 健康老闆的跌天板很恐怖 1千塊 現金還沒賣 對不對 就是隨便2萬幾塊 人就有這種 一種心理障礙 那也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你會有這樣的心理障礙 問題在於說 你看不懂行情 你看不懂趨勢 所以你看 你要做漢維科這樣子的股票 來 老師有你自己打 你就要這樣聽知道嗎 所以你要知道 來 投資朋友 我不是說今天 我去反對人家 很多投資朋友在講說 老師我 我 我只做什麼高價低價不是啦 人家做股票 沒有你分什麼高價低價 有錢堂堂就對了 你看漢維科 漢維科在9月底 從790塊飆到1040塊 其實這幾天真的拉得蠻快的 之後就開始慢慢 慢性自殺 慢慢跌慢慢跌慢慢跌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如果高檔沒有賣的下場是什麼 吐光光 沒賺就沒錢 現在還趴回你的成本 有看到沒有 所以為了避免這樣子的遺憾 他說沒有 你沒有扣方買率 你要扣什麼 你要靠什麼 所以你看 你看9月27號 9月27號 那天是什麼好日子 自己看 九月日子那天 直接跳空就叫你買進了 你看買得漂不漂亮 是不是買在什麼 起贈點 我相信指標跟你說要賭到賣 你要怎麼賣 怎麼買進 怎麼進場 我相信上面怎麼賣 大家怎麼樣 都很厲害 不是嗎 碩盒也是一樣 對不對 哪邊才是個最好的買點 對不對 不用我多講嘛 對不對 這裡也不錯啊 這裡也不錯 問題是不管是哪一段 不管是買到這段 還是做到這段 重點是怎麼樣 要知道哪邊是個什麼 最好的起贈點 那以碩盒的情況來講 我們講比較近的 你看喔 11月份的低點 最低在多少 293 在11月14號 好 11月14號 指標在哪一天叫你 怎麼樣 泛紅買進 11月25號 11月25號那天什麼好日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這個日子也不錯啊 剛好買在拉維整理完的什麼 一個突破的點位嘛 之後怎麼樣 賺這一段 對不對 賺這段 是不是很簡單 對不對 信滑也是啊 這也是我的代表作之一啊 對不對 有參加會你就知道嘛 這個信滑之前做好是怎麼做的 我就不用再多講了嘛 對不對 那你看喔 他11分的最低的139塊 後面這一段 我每天有空再來印證 今天時間的有限 我們來看這一段怎麼做 就是這裡啊 11月6號142買進 11月6號142買進 欸老師 這個點怎麼買得這麼好啊 幾乎買在最低點耶 你看一買完之後衝上去 賺這一段 有看到嗎 是不是很簡單 拉回整理完翻綠之後 就是這裡 之後再怎麼賺 明天我可以印證給你看啊 法律師還看那個 什麼叫做大賺的一個方法 一個短線的方法嘛 3689的勇德也是一樣 這一波的勇德其實真的是滿強的 但是我們來印證比較短線 最近的就好 你看喔 11月份的最低點在79塊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指標 在哪邊叫你買進 是不是一樣但你買在起帳點 11月27號來 11月27號的點位 看起來也還可以啦 拉回震盪整理完之後 公這一段 所以我們印證的就是怎麼樣 賺了這一段 有沒有看到 雖然只賺6500多塊 但是你看 是不是一樣 買在起帳點 但你賣在什麼 起跌點 那不要說這點是起跌 至少怎麼樣 修正的點位嘛 3556的河瑞亞也是一樣 對不對 你自己看嘛 這是11月25號的買點 11月25號的河瑞亞 對不對 你自己看投資沒有 還要我再多講什麼 你還要我多講什麼 11月25號叫你靠下 你看賺這段最好賺的這段 你看 收有一個衝上 一張賺1萬塊 是不是很簡單 2399的印太 這兩天開始怎麼樣 漲多出現拉回震盪 哈哈 老子朋友 這就是我的重點 你要等他拉回去砍股票 還是怎麼樣 知道在高頂 趕快把這段最好賺的價差 賺到你一個口袋裡來 用什麼方法呢 擲筊嗎 問市民嗎 不用啦 有看到沒有 輕輕鬆鬆 甘甘甘甘 帶你賺這段 最好賺的這段 太多這樣子的例子了 包括我手上的昂寶也是一樣 173買進 214賣出 你看這樣可以賺4萬1 金瑞也是 太多這樣子的例子 投資朋友 你看這都是30分線 你看美率也是一樣 對不對 106買進 119賣出 這樣可以賺1萬3 實微也是 148買進 176賣出 可以賺2萬8 更新酒 11塊買進 104賣出 這樣可以賺1萬2千5 太多這樣子的例子 憲哥我手上都算了 了解嗎 所以投資朋友 你的股票市場 要做波段 你的股票市場 要做這個大波段 一樣 我還是那句話 我們不敢說 我們是最準的 可是你不得不承認 我們的確是準到會嚇死你 對不對 你看以美率來講 對不對 投資朋友 我覺得 如果你現在手上有照相機 大部分的手 大家都手機可以照相 麻煩你把這個拍起來 做你去找 麻煩你用最快的速度 去每一家投庫公司 有在賣軟體去做比較 誰的軟體 有真的帶你這樣子大賺一段了 你做你去比賣去找 去找 我相信應該是不可能的 所以投資朋友 指標雖然不是萬能 說真的 你要賺大錢沒有指標 你卻是萬萬不能 所以投資朋友 今天 當然啦 我們的手機板 也即將上市 所以今天特別 推出一個什麼 超值全貪的計畫 除了給你軟體之外 怎麼樣 買軟送贏 給你做一個全套的配套 無關 你現在手機沒電子也沒關係 電子我們可以送你 如果你尊重 不會用電子也沒關係 反正手機板也推出了 你也可以選擇用手機板 反正不管你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都非常歡迎你們來電洽詢 當然我們的操作 什麼問題的 你想進步了解的 甚至你要親自問我的 也都可以 也都非常歡迎 那節目最後呢 也預祝所有投資朋友 超市立 我們明天 謝謝 這些情報 或是否刻意 或者 mail 說到 你的夢想是什麼 什麼 你看 好 都 perf 有 北 然後 那 的 赢水岸帝王 新富发集团 润龙建设 036683588 国宾大约 多股票不用紧张 轻松就能赚 市场唯一盘中三重保固的操盘软体 盘中亲自接听咨询 盘中即时战报 盘中强入股提醒简讯 轻松上手的软体立即来电体验 02-2392-9668 02-2392-9668 你还在被口诀 你还在盯着电脑吗 若武乐 新软体时代 让你有更轻松的软体选择 走到哪 软体就能赚到哪 相信你亲眼看到的 立即来电体验 02-2392-9668 02-2392-9668 滑线头部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雇 02-2392-9668 建议